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住家財經 哇 曾幾何時 我覺得搞不太太 賭神的時候看到法國 這裡是一張五千萬瑞士銀行本票 就是你拿著它 就比拿銀子更重要 就是大家都相信的 但是現在搞到瑞銀的風波搞到這樣 就是現在究竟整個環球局勢 尤其是歐洲這邊是不是真的爆煲呢 爆先過美國 爆先過中國 究竟現在的情況 我看到你的題目 沒有人看 沒人看就交給你了 是 沒人看 好了 我們看看那條題或者那個情況 你看到雷曼債的翻品 當然那個威力不是跟雷曼債一樣 但是雷曼債翻品是什麼呢 買下的東西是沒有人看的 沒有人看發債文件 沒有人看 我們等一下給大家看看 也可以說 稅訊1350億 這個是在講港元的 因為它173億這個美元 AT1債就變長子 AT1債也是所謂的COCO債 等一下也會說的 原來再看一些文件 德國 美國 英國都大量在瑞士銀行裡有一個exposure 我們可以看看究竟會不會風險大呢 當然做個結論才會說 好像很糟糕 但是我們觀乎 看回那個近期股市的走勢 官方監管機構的現行 其實似乎穩定了下來的危機 但是都是那一句 就是有些事情發生了就不可能是沒有後續的 但是那個後續就未必是即時發生 即時顯現 之前有一些直播短片 或者是跟VIP朋友說的時候也有說過 就說2008年 大家金融海嘯 只記得9月21日雷曼爆煲那一刻 但是其實實際上2007年第一季 由匯豐開始發刑警開始 已經是有一個債務危機在這裏 但是可以拖很久的 所以這些債務危機可以拖很久 或者你永遠都不知道哪一根最後一根稻草 但是這次這條短片就會跟大家說 AT一閘究竟是什麽呢?COCO又是什麽呢? 我們先看看下一幅圖 下一幅圖先講一些更新的消息 告訴大家在美國、英國、歐洲央行 表態支持的情況下 瑞銀同意用30億的瑞朗 大概4折的價錢收夠瑞信 記住在UBS 不是USB 也不是瑞銀 不是瑞信 但是記住它是UBS 是瑞銀 就收夠瑞信 收夠CS 很多人搞錯了UBS和CS的 好 好了 那我們看看下一幅圖 下一幅圖就是你看到的 就是大家在這樣的情況下 邊緣C都還要握手的 這個就比較特別了 西方文化跟我們不同了 左邊的位置就是瑞信的主席 至於右邊的位置就是瑞銀的 就是UBS的 所以你看到哪個笑到4萬這麼厚 就是哪個撿過便宜貨 撿一些筍東西 大家可以知道了 我們再看下一幅圖 下一幅圖就開始說了 入氣肉了 就說瑞信1000億的AT1債清零 債權人的保障還差過股東 打破傳統認知 瑞銀 瑞信股東沒有save 成為大輸家 甚至乎21000億 就是港元的AT1債券 有機會會賠輸 或者是攬炒這個AT1債 我們再看下一幅圖 其實下一幅圖你會看到 這個就在說那個 一般認知 銀行那個負債 或者一家公司的負債 究竟是怎樣去做一個優先次序 就是highness的primority 還有這個lowness 就是看看哪一個是優先上還先的 當然它這裡沒有說到一樣東西 沒有說到那個銀行存款 當然銀行存款其實在很多的國家裏面 更加優先於這個資本那邊的 但是我們等一下會還有一兩幅圖 是可以跟大家說的 現在這幅圖大家看到 就是在說那個優先次序 這個銀行或者這個稅訊 它會有一些高級的有抵押的債券 高級的無抵押債券 所以有時候買債券 有一個senior在 和沒有senior在 差很遠的 secure或者unsecure 都是有個分別的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 風險一定有的 你永遠都不知道你買下的那個債券 究竟是什麼東西來的 好 另外也有看到一些guarantee的 insured bond 也有保障的 接下來是Juni 你會看到開始有些沒有抵押 或者沒有保障 或者一級的債券 也有看到一個字叫coco 然後之後就是convertible bond preferred stock 或者是ordinary stock 就是下面那些已經是去到一些 可換股債優先股 或者普通股 去到股票的層面 所以這個理論上是大家一直以來認知 就是優先股 然後有抵押的優先股 優先沒有抵押的債等等 就是一直排下去 但是你看到什麼叫coco呢 其實現在大家一直在說 或者整個市場在說 AT1債 AT1債 其實所謂的AT1債 實際上 它當然所謂的AT1債 就是那個額外的一級資本 就是它本身的資本裡面 再額外出來 好了 也是等於coco債 co債是什麼呢 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 所以它兩個co債在前面的 contingent 就是危急 緊急關頭的時候的一個可換股債 OK 當然這個可換股債 或者叫coco bond 有什麼特色呢 中文就是危急或者應急的可換股債 實際上大家只看它convertible bond 也等於它排在preferred stock 上一點點就是convertible bond 就是把那個本身叫可換股債 拿著的債可以換成那間公司 或者那個銀行的股權 這些叫可換股債 但是這次這個contingent 就是所謂的應急的可換股債 有幾個特別的 包括銀行這個產物 是2008年或者是2011、2012年 勾債危機之後才會出現的一個產物 等於當時大家都說 雷曼迷你債券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的 但是這個應急可換股債 有什麼特別呢? 第一它本身的特色是什麼呢? 本身它的特色就是一個永久的債 銀行有權就是5年去償還一次 或者去call一次 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這個債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contingent 就是那個應急的角度 就是當銀行出現資金的缺口的時候 它可以將這些債轉成為一個股權 本身它在欠100億的 這100億我不還了 這100億我轉了做股權了 那就算了 所以這個就是它那個 當銀行出現資本有壓力的時候 它嘗試會將這些的負債 轉成為一個股本 就令到符合了某些的監管要求 也都是被視為股本上面的緩衝 不用發行新股去進行一個的集資 因為每一次 大家知道好像SVB那樣 一發新股 一做一個股本融資 大家就害怕 就擠提 所以它本身就已經發了在這裏了 就是coco bond 然後有什麼不對勁的時候 我這邊的債 我減少一點了 轉成股本 起碼在賬面上面 你看到這個負債會減少了 好 接著再下來說 其實現在目前 這個瑞信 它有一堆的coco bond在這裏 有多少錢呢 大概173億美金 就是圍起1350億左右 港元 一千億港元的債 當然在一家銀行 或者一些金融機構來講 一千多億很少的 相對上少了 OK 但是這個coco bond 在瑞信的coco bond 有13種那麽多 就是遍佈這個 瑞朗 美元 甚至乎新加坡元 都有的 所以你說很多投資者選手 這個肯定的了 也有很多這個 institution 或者那些企業的投資者 都會選手難過 因為你普通人 你不會無端端走去買一些coco bond 或者無端端走進去買一些 稅銀的應急可換股債 突然之間 譬如你去到最緊急的時候 可能會變成拿著稅信的股票 就是不會買稅信的可換股票 另外就是這個coco bond 佔稅信債務 其實是超過兩成的 它那個proportion 其實所以絕對不少的 最後就是這個部分 這些coco bond 它那個票息是可以去到9厘的 所以就是那句 當大家越有錢的人 就當然越貪婪 你不貪婪就沒有錢 也都institution 會看著 咦 這個的稅信 就是CES的coco bond 有9厘的回報 它倒閉的風險有多大 接著就買下這個9厘的回報 還要是永續的 每年拿9厘的回報 他們想最糟糯的情況 就是拿著稅信的股份 但是原來又有些不同的 我們再看看下一幅圖 就是強化一下大家的認知 這個就是錢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錢的 陳鳳祥的造徒 所以先給一個credit 我們可以放大來看一看 其實銀行的資金來源 和償還債券那個 或者償還債務的次序 你看到有責任的償還 就是那些客戶存款 同業的借貸 或者這些高級的發債 這些全部都被視為要還先的 所以稅信那個 或者SVB 或者稅信那些存款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不會動到那邊的 但是你看到資本那邊 其實它有幾種 資本也有些系統性風險 緩衝資本 另外你會看到 Tier 2有二級資本 也有一些叫做AT1額外一級資本 Tier 1就是普通一級資本的東西 這些所謂的AT1就是Additional Additional Tier 1 就是正正是這次 大家看到那個所謂的 Convertible Bond Coco Bond那裡 也叫做應急可轉債 補充額外一級資本 如果有些什麼事的話 其實它會轉成股份的 但是這件事情大家看完之後 如果不看這條短片 或者看過瑞信 瑞銀收購這些新聞 其實根本上就不知道 有些這樣的Coco Bond 中文有些直譯就叫做 可可債Coco Bond 我們再看下一幅圖 你就會看到 其實下一幅圖就是在說這個Coco Bond 為什麼我在一開始拍片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說在那個封面上 甚至說沒有人看的 OK 就是往往買下這些 打包或者包裝成為債券 或者定息產品的產品 或者叫做資產 其實很少會人看完那些條款 也都是這樣說 就算看完那些條款都未必會理會 因為他們有幾樣東西會理會 買下這些叫債券的定息產品的時候 他們會第一樣東西想 什麼時候熟回呢 那個年期有多長呢 可不可以redemption 就是中間突然之間熟回呢 第二就是它那個年回報有多少呢 譬如你說票息9厘的 有些6厘的 放在銀行都是4厘而已 那不可以買這些呢 但是他們往往忽視了這個 好像很穩陣 貌似叫做定息產品 貌似叫做債券的東西 其實那個風險都有起上來可以很高的 我們看看下一幅圖 下一幅圖也是這些產品的條款 當然不用放大著的 因為我下一幅圖就幫大家放大了 這裡其實是整堆這樣的文件 大家基本上就講Wide-off的 criteria 但是問題是原來也是那句 大家基本上不是很看的 我們看下一頁你就會知道 其實下一頁有講到那個Wide-down的條款 包括Wide-down event Contingency event等等 它其中也有講 如果政府說的 或者監管機構說的危急情況的話 這些應急可轉債 是有機會會 風險大到變成零的 Wide-off的 Wide-down了 沒有了所有的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 人家給了9厘 你要看著那個稅信9厘 恆大都是12厘13厘 那你就要想 這個風險在哪裡 全部都寫得很清楚 就告訴大家 大家就會多問一句 這些債我買來做什麼呢 第一沒有事沒有幹的時候 又有9厘回報 第二就是當瑞信 小心點說一下 瑞信如果業績好的時候 它也有那個機會 將這個債轉成為一個股份 享受它瑞信 業績好 銀行盈利 帶來那個股東回報 這個其實是很厲害的時候 可以是雙倍的 但是問題當然現在出現的是什麼呢 double loss 甚至乎loss到變長子是零 因為它說明了 有些危急的情況 緊急的情況 當然一般緊急的情況 它會要求你把債轉成股份 但是更加危急的時候 它簡直是不還了 對不起 這些就是不還了 為什麼呢 講得明白了 因為當初買的時候 給了這麼多回報 講得明白 這些有些什麼的條件下 會right down的 所以這件事情 也都是教育大家 買所有東西 這個世界沒有免費的午餐 也沒有一些超大的甲蠟 是隨街跳的 反而是當有9厘回報 10厘回報的時候 你就要評估一下那個風險 就算今時今日 把錢放在銀行 都有一定的風險 這些叫counter party risk 就說你放在某些村鎮銀行 可以突然間被人拿了些錢去用的 是不給你住的 全部都有風險 好了 我們看看下一幅圖 就說有風險又怎麼樣呢 這幅圖是什麼呢 只剩下幾幅圖的 這幅圖就是在說 我們放大一點點上面 給大家看都可以 這幅圖就是在說 那個consolidate的究竟 現在的consolidate position on residents of Sweden 就是說究竟不同的外國銀行 在瑞士相關金融機閣 瑞士銀行裡面的exposure有多少 你看到我highlight了幾個 就是德國 其實德國它那個的potential exposure 加起來是115億 當然這個說的是美元 好了 但是與此同時拉低一點點 你會看到英國和美國的銀行 在瑞士上面的exposure都不少的 119億、170億等等 就是告訴大家瑞士 即瑞順這一次的風波 其中一件事就是說 會引發大家拿著COCO債的人 或者拿著COCO債的institutional hatch fund 是要做一個撇帳 當然如果沒有火燒連環旋 大家拿得很理性 拿了一點點的 撇帳了還可以叫做吸收到整個市場 但是如果某一間公司 某一個的fund拿著很大量的COCO債 而它又要撇帳 而它又要沽回其他或者它自己爆煲 才會有連鎖反應的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173億不是很多 但是大家會開始看到一件事 就是原來這個世界 不僅只有你有COCO債 不僅是稅訊會出應急可轉債的 其他的銀行都會出的 整個市面上大概是2萬億 那究竟大家會怎樣看呢 我們再看多一幅圖 我看看瑞信 另一件事就是在說瑞信那個股東 你看到沙地 沙地都排幾前下的 沙地的國家銀行 另外也有backwalk等等 這一堆全部都投資了在瑞信上 究竟今次四折或者更加低的收購價 收拼購稅銀 拼購稅信呢 會不會他們又損手又撇賬呢 這個是第二點 就是剛才第一點就是拿著COCO債的投資者 第二點就是稅信自己的股東 好了 去到第三點 就是最後二個幅圖 下一幅圖 你會看到 應該還有一幅圖 再下一幅圖 再下一幅圖你就會看到 其實實際上很多的歐洲銀行 在歐債危機之後 都有出到這些contingent的convertible bond 所謂的COCO債很可欠債 為什麼 就是說他們用來偷雞的 基本上發了一個債 在名義上是債 但是一有什麼事的時候 它可以變成股份 就是將一級資本 充足比率等等 那些數字拉高它 這些其實說到最後就是自欺欺人 但是你沒有理 總之你監管要求這樣 我就做一些類似監管的事情 就是說 你有將糧計 我有過場梯 就用另一種方法去滿足你的監管要求 好了 你現在看到 市面上 市場上面 其實有很多這些COCO債的 現在最大的問題 剛才說了 第一就是拿著Investor 第二就是那個瑞信的股東 第三就是拿著其他 不一定是瑞信的COCO bond 拿著其他COCO bond的投資者 要不要為COCO bond進行一個撇像 或者Revaluation呢 因為始終大家看到沒有事沒有幹就好了 原來有事有幹的話 它可以變成零的 它也不用通知你一句兩句的 總之你說政府出來 說是危急情況 或者它出來 滿足了幾個 write down的條件之後 它就可以全力 write down 去領的 那這件事呢 當然了 是不是瑞銀收購的條款之一呢 大佬 我沒有理由揹著你的COCO bond 我已經在萬般不情願底下 在國家的政策裡面去買了你了 還要買了你的負債 所以現在三樣東西就告訴大家 這個有機會是落桌上面的其中的稻草 但是都是那一句 以防大家誤解我的意思 任何的金融危機都好 我第一 我沒有水晶球 我不知道它哪一個是最後一根稻草 但是我知道這個COCO債 瑞信 或者SVB等等 或者Signature 或者第一共和銀行等等 全部都是落桌上面的稻草 當然其中一個落桌上面的稻草 就是聯儲局加不加息 如果聯儲局繼續加息的話 大家也是那句會繼續擔心的 因為資金越收越緊 這些就是擺在落桌上面的稻草 越來越重的時候 它早晚落桌都會被壓垮的 所以這次跟大家提醒著大家 未必是馬上爆破 我經常跟大家說不要憧憬 明天的世界會末日的 世界是不末日的 你一樣要去買菜煮飯的 就是說不要憧憬這件事情 也不要將所有的投資決定 壓住在5%的standard deviation 5%裡面發生的事情 明天的世界是末日 難道我還要買菜呢? 如果明天的世界是不末日的話 那我也要吃飯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現在一直說的危機 會是落桌上面的稻草 至於什麼時候 真的全面大爆發呢 那我就沒有水晶球了 至少這條短片 至少讓大家明白了 什麼叫可可債 或者找回Sam出來 好 是的 希望Sam都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明白 馬上明白 最重要是你剛才最後一句 大家不要憧憬 明天就爆破 不要覺得看人家最開心 這個沒有人看的發財文件 純粹告訴你一個警號 給大家分析 就是在這個環球的動蕩局勢 讓大家步步為營 所以我們VIP那邊也是的 你看這兩三個星期 大家問一些問題 糟了 錢擺邊好 但是你無論擺邊也好 Joe剛才也是那句 你都是要買菜的 你都是要生活的 所以只不過是 步步為營的同時 了解我們住家財經 Joe通常都是有些超前部署 給大家看一看 了解了之後 到時如果有些什麼不明白 就VIP再問我們 今天謝謝Joe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